肘关节僵硬弯曲锻炼方法 康慧运动医学诊疗中心肩肘变区 在肘关节的相关这些炎症 以及肘关节的损伤以后呢 特别容易发生肘关节周围软组织的粘连 以及骨性增生导致肘关节的僵硬 那么肘关节僵硬以后呢 对我们日常的动作影响比较大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往嘴里放食物 我们放食物的时候先是台肩 接下来我们要屈肘 才能完成我们看似日常 发生的很简单的一个动作 但是我们设想一下 如果我们肘关节僵硬在45度 甚至僵硬在30度的时候 我们再台肩 我们往嘴里放不了食物 因此我们在这种日常的动作中间呢 肘关节的活动度是非常重要的 因此肘关节僵硬是要积极的治疗的 肘关节僵硬分了两部分 一种就是自我锻炼 当然自我锻炼很多患者呢 达不到正常的功能 那么我们建议当肘关节僵硬出现的时候 一定要去理疗科做积极的康复治疗 通过理疗师的仪器的治疗 手法的松节辅助的锻炼来改善 那么如果说这样还不能改善呢 我们就要借助手术的一个松节和清理 因此呢肘关节僵硬对我们肘部的功能 甚至肩部的功能 上肢的功能都影响非常大 大家一定要高度的去重视 专家提示 一肘关节僵硬可以进行自我锻炼 但自我锻炼很多患者达不到正常的功能 二肘关节僵硬出现的时候 要去理疗科做积极的康复治疗 三 严重时要借助手术的松节和清理